20.香港商區選下月2日提名為期十四天 2015年9月5日香港新聞A09香港商報信 記者戴合聲報導,選舉事務處昨日公布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提名期將在下月2日開始 為期十四天,至下月15日結束 選舉則在11月22日舉行 由431個選區選出431位區議員 選舉活動指引指出 今年選舉最高開設上限為6.31萬元 同時又新增收取捐獻指引 聲稱任何人、組織或政黨為候選人接受捐贈 等同候選人直接接受 指引亦有修訂 稱候選人不得動用公共資源促使自己 或阻礙其他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 選舉最高開設限額6.31萬 2015年區議會選舉提名期將於10月2日開始 至10月15日結束 為期十四天 選舉將於11月22日舉行 全港18區共431個選區各選出1名區議員 共選出431名區議員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昨天表示 獲提名人士必須年滿21歲 以及是在緊接提名前的3年內 通常在香港居住的地方選區選民 提名表格必須得到有關選區的10名以登記選民簽署 每名選民只可簽署提名一位候選人 選舉活動指引顯示 今年區議會選舉最高開支限額為6.31萬元 選管會新增有關收取捐獻的指引 指出任何人、組織或政黨為候選人接受捐贈 等同候選人直接接受 必須遵守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規定 指引建議代理人在收取捐贈時 須先取得候選人同意或授權 開納專項戶口 以收取及處理捐贈 要確保向捐贈者清楚說明捐贈目的 用途 政黨代收捐款要候選人授權指引易修訂 表明候選人不得動用公共資源以促使自己 或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 指引也修訂 解釋個別開支項目的情況 指引寫道 個別開支是否應當作選舉開支 應視乎有關個案情況而定 而開支應否列為選舉開支 也應按每項開支的實際用途而定 指引稱 如果一項開支用途多於一項用途 應就與選舉有關的用途和其他用途分攤該項開支 候選人應把相關細項列入選舉開支 及接受選舉捐贈之申報書及聲明書 發言人提醒獲提名人時 必須在提名期間親自把填託的提名表格 或三千元選舉按金送交有關的選舉主任 選舉主任接受遞加提名的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五九時至下五五時 星期六則由上五九時至中五十二時 十八區的民政事務專員以獲委任為所述地區的選舉主任 提名表格可於各區民政事務處或選舉事務處 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二十五號海港中心十樓的辦事處殺除 或於選舉事務處網站 www.reo.gov.hk 下載 而選舉指引則可於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eq.gov.hk 下載 或在選舉事務處及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殺除 議員 議員 議員